7月12日,济南新旧都能转换先行区城市设计专家论证会在济南召开,与会国内外专家围绕先行区中心区,催着变区总体城市设计,黄河风貌带总体规划及示范段城市设计,进行深入研讨,为确保三项重要城市设计成果形成精品。 不留遗憾,济南市此次可以说起来的都是中国城市规划界的大腕,不信,看看这张名单。 研究所所长,地监委东方人林首席设计师,美国静观设计师协会会员,王中强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交通规划研究所总工程师,王成平身正式规划院规划总监,副总规划师,刘苏山东建筑大学副校长,教授,刘云西同源集团副总裁,设计总监。 据了解,今年1月3月,国务院批复山东新旧动能总和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国寒2018一号,2月22日,省政府印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中大工程实施规划,陆正发,20187号,要求济南实施北跨东沿,协和发展,在黄河沿岸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集聚集约创新要素资源,八价高端高效新新产业,打造开放和做新平台,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综合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现代绿色智慧新城。 据介绍,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位于市区北部,规划面积1030平方公里,人口约120万人, 四至范围南起小青河,北支图海河,西起越福河,东至临港办事处东边界, 涉及黄河沿岸五线区的21个街镇,济南市委,市政府把今年作为先行区的建设元年, 提出举全市之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 推动济南由大明湖时代,向黄河时代迈进。 今年4月份,济南市向社会公示了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总体规划草案, 并发起成立了总规模不低于2500亿元的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基金, 为先行区规划建设当时资金保障。 7月9日,济南市又召开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呆管区域化转工作会议, 天桥区路口街道办事处左辖黄河北五居却山东,却山北,却山南,梅花山,月牙坝, 化归天桥区大桥街道办事处代管,将大桥街道办事处及几阳县催寨, 孙哥,太平三个街道办事处,化归先行管委会代管, 为确保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三项重要城市设计,能体现国际标准,世界眼光,山东优势, 全城特色要求,济南市在编制规划过程中采取了国际对加国家对加本地对三支队伍联合作业的模式。 在今天的专家论证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孙阿娟,被推选为本次专家论证会专家组组长, 瑞典斯维克集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汇报了先行区中心区总体城市设计, 及引爆区城市设计,内国Kellfield事务所,北京清华同行规划设计研究院, 汇报了随债片区总体城市设计,及体动区城市设计, 内国FOM事务所,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汇报了黄河风貌带总体规划及示范的城市设计, 专家族认真审认了方案成果,经讨论发言, 一致认为本次城市设计继承和延续了协和发展战略研究, 和先行区总体规划的理念,采用的联合团队编制机制, 充分发挥了国际顶尖团队,国内高水平机构的技术特长, 得向设计成果全面,思路清晰,方式新颖,原则同一个设计方案成果。 同时,专家组也就方案筛化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下一步,设计团队将按照专家组意见进一步完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